一年一度彰化媽祖祈福文化節 將從9月27號開始一連展開三天 其中重頭戲媽祖聯合遶境 聚集了13間宮廟的媽祖 要在園林市區步行遶境 今年執年的蘆祖園林福寧宮 還邀請到大甲鎮藍宮 逢源慈心宮來共襄盛舉 要讓民眾一次祈福 獲得超值庇佑 彰化媽祖祈福文化節 即將在9月27至29號展開 今年由園林福寧宮擔任儒主 重頭戲第二天上午 將集結彰化十三間宮廟的十三尊媽祖 加上大甲鎮藍宮 以及楓源慈心宮神教駐鎮 共同步行 繞進園林市區 白天的話廟方這邊有拔杯 多冬 有任教堂等等祈福 特別是第28號當天 我們還有十五間的宮廟 最後來聊天祈福給大家 而一連三晚的媽祖祈福晚會 同樣精彩可期 包含明花園總團 和星象創作劇團竭力登場 29號還邀請到金曲歌後秀蘭瑪雅 還有實力唱將陳孟賢 曾偉忠等人演出 今年也配合文化節 舉辦媽祖廟集章活動 集滿五間宮廟的章 就能獲得媽祖行李吊飾 只要在我們十三間宮廟 像這樣紙本的集章 就可以變成我們的御守 或者用墊子來集章 那五個宮廟的印章 還可以換禮物 今年彰化媽祖祈福文化節 讓民眾一次拜十三尊媽祖 祈求保佑和家平安 也藉由活動活絡地方經濟 記者 林一峰 彰化報導 就在這裡才好 好 對啊 improv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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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